你敢相信吗 贾琳真的太适合当导演了 不仅剧本写出了思想新高度 连影片中的OSD 也是一首笔一首让人印象深刻 几乎是一从电影院出来 就忍不住开始手动搜索插曲了 尤其是张一新作为点睛之笔 出现的那首《做自己的太阳》 真的很难不爱上呢 张一新的《做自己的太阳》 在全剧最燃的地方响起的时候 真的有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连带着剧情都莫名的变得国际化了好多 同时这首也是电影上映后 讨论度最高的一首OSD 至少我是一出电影院 就忍不住立马搜出来单曲循环了 剧中的热辣绽放曲是由汪苏龙演唱的《藏心》 这首歌用好听两个字来形容 还觉得夸得差点事儿 但是选热门歌手来唱OSD也确实有风险 因为插曲一响 就不自觉地被汪苏龙的声音给吸引了 至少被迫错过五分钟的剧情 不过作为贾琳好友的汪苏龙 当然不可能只唱一首歌就算完事儿 所以她又给西琳娜一高鞋了首猜 作为热辣心动曲加入 好弟弟给写的词曲 又请来最爱的女歌手唱 一首歌实现两个愿望 这把贾琳真的赚翻了 剧中的同名主题曲《热辣滚烫》 被贾琳安排给了刘宇宁演唱 这首歌就有得聊了 因为贾琳本人也参与了作词 感觉今年的高考选曲 这首绝对能上榜 剧中的热辣陪伴曲《小美满》 同样是来自好友的朱莉 由周深演唱 曲风轻松欢快 歌词又很有生活哲理 妥妥的治愈神曲 再搭配周深的神奇唱功 难怪电影还没上映 歌就先火了 老舅跟白静晨合唱的 《去不去看电影》 是剧中的热辣带进曲 这首应该算是电影推广曲 主打一个推广宣传 且力度相当大 但整体却又意外的好听 老舅出品 必属精品 大张伟真的太爱贾铃了 不仅给唱了宣传曲 《好极乐漂亮》 连片尾曲也一块儿包揽了 一首只为自己开的花 唱出了贾铃的新声 这片尾曲 多少有点亮声定作的意思了 视频最后 以上众多OSP当中 哪一首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这下期的这边 并不靠 不靠 不靠